卡利斯格出生于卢温王国最古老的四大贵族之一 然而,更让人称道的是他那无与伦比的剑术技艺 每一场他参与的战斗都伴随着飞舞的蓝色花瓣 因此,他被赋予了蓝色强威的美称 当卡利斯格进行攻击时,有概率会在敌人周围落下强威花瓣 被拾取时,会给周围的敌人施加厄运Debuff 在特性达到四级之后,强威花瓣被触发时将额外触发一次落花锥翼技能 在特性达到七级之后,厄运状态下的敌人死亡后会变成魔物 厄运状态下的敌人对卡利斯格造成的伤害将会降低 落花锥翼是卡利斯格的主要输出技能 他的配件可以在自己脚下生成剑锋 持续对周围敌人造成伤害并降低其移动速度 使用奇望之花 卡利斯格小姐将会冲向一名敌人 随后隐藏自己的身形 对该名敌人进行持续的攻击 在这段攻击期间内 他将会处于无敌状态 并持续收集周围的蔷薇花瓣 在每一次战斗胜利后 卡利斯格小姐都会向对手行礼 对方的肩膀上都会落下象征着胜利荣耀的蓝色蔷薇花瓣 当卡利斯格小姐使用蔷薇蜜语时 往往意味着战斗即将结束 使用技能 他会对自身超大范围的敌人进行一次攻击 并且将其身上的厄运转变为彼岸厄运 在该状态下 敌人受到生命流失效果将会提高 所有debuff效果不可驱散 并且持续时间延长至自己死亡或者添加者死亡 陌路狂花是他的主要增益技能 通过强化自身的配件 他可以提高自己属性 同时攻击有概率使敌人陷入流血效果 被动技能强威指引 可以使卡利斯格小姐和他的队友对流血以及诅咒的敌人伤害提高 使用花落雨响 卡利斯格会向前方进行戳刺 同时会在自己的周围掉落三瓣 强威花瓣 卡利斯格是一个可变属性的输出职业 主要造成物理技能伤害 因此在选择装备时 通常会优先考虑提升物理攻击加成 技能伤害以及忽视物理防御的装备 蓝色强威卡利斯格所经历的战斗都飞舞着花瓣 为敌人施加强大而不可驱散的负面效果 同时他手持的配件能够造成极为可观的物理伤害 因此他的PVP出装可以侧重于提升输出能力 强威盛放 骄傲永存 卡利斯格即将上线正式服 在骑士职业达到三转后 即可解锁新英雄职业卡利斯格